HELLO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淘寶 想跟大家直播一下我怎樣買淘寶的平時 我用了iPhone最新的Screen Mirroring 播給大家看 其實淘寶去到第一版會有五顆按鈕 天貓、淘金幣、香港集運支付寶香港 淘寶現在可以教香港地區 所以最主要可以幫你包含香港多數人用的程式 你按淘金幣 我剛才已經按了 今天公元屋平時通通通裏要 stead 有個箱子 簽到額外獎賞、購物獎賞 每天簽到就有幾百款金幣送給你 還有個手� tarde 今天有任務 也可以去其他哪些商店 Fear 可能我會去D throw Error Family 或是今年真皮店 進入去 其實已經簽到了 它會送五個金幣給你 另外那些我已經簽到了 另外它下面拉低一點 它也會有一些 你在這個買東西 然後它會送一些金幣給你 你買這杯 21.9 之後它會送65個金幣給你 換言之你真的有錢回贈 那這些圖金幣是怎樣用的呢 你去購物車 你平常買的那些東西 可能我買這杯 再加WiFi 再加這個地拖 之後拉到最底下 它會跟你說有多少個金幣可以用的 182個金幣就等於過百 即100個金幣等於一元 那就可以減回 然後付錢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其實有些人經常問我 怎樣可以再多拿些QPON 除了這個圖金幣 其實圖金幣是其中一項最有效的東西 另外你可以看一下 這件產品某幾間店舖買的價錢 有什麼不同 那可能我想看這杯 那我就掃去左邊 就會有找相似這個按鈕給你按 顯示一下你想要的杯 不同產品的相片給你看 那可能你想要這隻小鳥的話 它會顯示幾款給你 因為其實我挺喜歡這隻鳥 我就想買它的杯 喝咖啡啊 或者一些冬天喝 什麼都好 這東西挺漂亮的 簡簡單單的 那整天呢 那整天呢 怎樣發掘一些新店舖呢 就是這樣按來按去 就會找到的了 那我先找那隻杯 那可能我剛才那隻是17.6 那我想找一些便宜一點的17.5 那你可以進那間店去看看 有什麼產品你喜歡的 或者其實有些店舖有時候有些優惠 你買滿50元就會減5元 那可能你去按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這樣就看到有幾間店舖 都有你想買的產品 然後你可以在那間店舖一次過買完 那可能你買兩隻杯 16.8的兩件 買兩件就減5元 那這間更便宜了 就這樣吧 那看這間店有沒有什麼優惠 沒有 有很多小雀的東西 就是這樣了 那可能你去拿那間店的QPON 就這樣 你購物車那間 一定要放購物車的 你放購物車就好 那可能你買滿48元就減3元 買滿68元減5元 那你買滿48元 當你現在 我已經按了 那你這裡剛剛過了 那它就幫你已經減了 那它就幫你減了 total就46元 那之後呢 它就會給你看 已經減了3元 那之後呢 就可以付錢 就是這樣的 那最主要我當然會買這些 那另外呢 那我會買一個 地拖的補充 因為其實我家裡 就用這個地拖的 就經常 那些狗呢 就在地下拔尿 就要拔 那那些尿呢 就壓在棉上 就很臭 經常都 所以我平均一個月只要換一個 那現在是19.66個 平日我香港買是 30元一個 超貴的 那頭是一模一樣的 我已經看了 就是這樣 那再買這個 那可能你 買了下車 那之後再用銅金幣買東西 再便宜一點 那剛剛呢 我就在淘寶買了SIMS 1 它是68元 for Mac 機 那全部東西都包了 就是它那些 嗯 SIMS 是一個遊戲 然後你要額外買那些 package 一個pack 再一個pack 那你要買 如果你想玩生小孩 你要買一個pack 如果你想買copy鬼 你要買一個pack 所以 但這個是68元全包 不知道這樣是不是犯法 但真的便宜很多 那另外呢 因為換了iPhone iPhone 8 就可以無線充電 那在淘寶 其實我已經買了 但買了多個給我爸爸 就是這個 這個無線充電 放在這裡就可以自己充電 另外我用S8 都可以用到這個無線充電 98元 又是你買滿不知多少錢 又便宜 可能你買滿110元 這裡已經夠了 又便宜10元 它也會送贈品 這樣不錯 就是這樣 其實我所有東西都會留在雙十節或雙十一才會買 因為雙十一是每年淘寶最盛大的活動 所以它一定會做很多優惠 便宜給大家 大家可以慢慢去看你想買什麼產品 然後雙十一一次給錢 這樣會便宜很多 可能你 我想應該都會便宜七八折左右 因為會便宜很多 平日雙十一買東西 平日我就不能等 現在已經十月尾了 所以就等雙十一一次買 我先放在這輛車上 就是這樣 另外淘寶 你看我已經看到 又充滿了1222個金幣 另外 想說的都是這樣 支付寶 我就是用香港支付寶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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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會有很多優惠給大家 但我真的很少用支付寶 如果不是信用卡它收錢 我一定會用信用卡 對 其實你可以按按按圖寶 你會發現它經常送些東西給大家 而且又有些轉盤 它經常會送優惠給大家 現在可以看看我做什麼 但是怎樣按按按 不知道做什麼 4即是怎樣 不知道在說什麼 另外淘寶經常的條例跟香港就這樣說的不同 可能你想找WiFi的高達USB放大 就叫做WiFi放大器 如果有所有提供的就替換 如果你想買衣服就上衣 然後緊身連身褲去搜尋 找這些條例可以在Google看看 那其實怎樣可以拿到最便宜的Coupon去淘寶買東西呢 其實如果你在大陸住 經常都會有優惠券、紅包、Coupon 給你去抽的 他們就會叫做紅包或淘金幣 其實最主要我每天都可以拿淘金幣 因為現在已經是年尾 有很多很多的銷售 全球都會有很多銷售 美國又有11月24日 又有Thanksgiving 中國淘寶有雙十一 英國又有聖誕售 全部都有的 淘寶雙十一一定是全年 你在淘寶買東西是最便宜的一天 它有很多很多的Coupon去送給你 那現在呢 就跟大家說有什麼Coupon去拿 第一就是有淘金幣 就是我每天都會拿的 都有跟大家說過怎樣去拿 其實淘寶有分階級 你的會值是普通、高級、鑽石級 那我的等級好像是 我的等級是多少呢 我是超級會員 就是皇冠 那它淘金幣就會送多一點 每天有三十 那如果你是最基本的那種 就每天有五個金幣 那我就有三十 三十個金幣已經可以當三毫子去用 那也比沒有好 那當你每天每天三十三十 你都很快就有三毫子去用 那另外呢 雙十一呢 也有一些物流的紅包送給大家 那什麼是物流的紅包呢 就是你寄件去中國以外的地方 例如你自己如果平時有用在集運 我是用在集運的 集運公司很便宜的 現在就有紅包送給你了 那 就不包括內地地區的 全部要寄香港、澳門、台灣 這些就可以用的了 那淘寶紅包的連結就在這裡了 另外它有一個標籤就在這裡了 就叫淘寶KOL 那你用我這個標籤就可以有紅包拿的了 那其實它還有機會是會 可以幫你扣除了你的運費 那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個連結 再加這個 的 Code number 另外呢 其實它也有一些店舖優惠的連結 可以讓大家去看看 那 店舖優惠券其實也挺重要的 我之前也有說過 例如你在那間店鋪 你總共買了200元 那它可能會 可以扣除10元給你 有優惠券你要去拿 那 如此類推 48元就可能20元 或者更多 那 那就好看每一間店鋪 它怎樣設定優惠券 那另外呢 淘寶為了響應商社會 其實它也有一些平台 或者一些地方可以選到最便宜的 或者你可以把兩間店鋪的東西 它會有些多些優惠券給大家 那它也有一些 百大的會場 百大主要會場 其實它有很多很多產品的會場 給你去選擇 即超過100件 那 那 中國有好貨 它那個 可以叫做中國有好貨 那淘寶買的 大家都知道我 經常都可以買到一些很好的東西回來的 那 雙十元是一個很好去買很多淘寶的東西 去做優惠券的機會 那可能你買一些家品 都很划算的 桌子啊 椅子啊 梳化啊 那些都很划算的 那大家可以雙十一去淘寶留意多些 那希望大家在淘寶買到多些東西 在雙十一 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